先画叶子 叶子是长十五列 叶子有大小的变化 数米的变化 然后毛笔蘸墨 勾上叶金 叶金距离的方向 对于太浓 太黑的叶子 可以用三绿去画 先画竹叶金 然后再画侧叶金 然后再画丝瓜 毛笔蘸的草绿 中侧蜂拥笔 在这再画一个丝瓜 咱们画三个丝瓜 它代表三思二后形 三个丝瓜 它的形状要不同 大小长短也有变化 然后毛笔蘸墨 中锋拥笔画腾蜂 腾蜂也画的有力度 有变化 注意腾蜂之间的相互缠绕关系 然后点一下台点 毛笔蘸墨 画丝瓜上的文案 注意不要有平行线 要有变化为慢 然后毛笔再沾腾黄 笔尖沾点珠标 画花 花十五瓣 花也有正面花和侧面花 然后再画一些花苞 画上画芯 再把它连起来 最后毛笔是 占珠标 画上花上的文案 对 对